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次我开车送教会的青年人去机场 来回大概一个小时的路 那路是非常偏僻的 可能全程都与不上几辆车 别说人了 就在回程的路上 大概离学校还有15分钟的车程吧 我来到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 晚上大概10点的时候 非常暗 没有灯火 一片漆黑 突然间我听到发动机传来嗡嗡的声响 车声也开始少许的震动 没办法 荒山野岭的 我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把车开回学校 感谢主 我平安的到了学校 隔天 我和室友把车盖打开 想要探究一下 到底我的车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发动机会嗡嗡响 打开车盖后 我才恍然大悟 发现原来我的发动机的传动皮带减肥了 整条皮带瘦了一圈 就是如果我在行驶时 它如果断了 我很可能就会失控撞车 但是很神奇的 皮带没断成一半 而是削了完美的一圈 就是因为这样 我在前晚还能行驶 平安地抵达学校 你说是巧合吧 可是我认为人生中不可能都是巧合 把一切好的事情归功于巧合 我不认为巧合那么的伟大 我而是相信有一位爱我的上帝 在看顾我 他的天使也常伴随在我身边 保守我 事后我将那条神奇的皮带 拆了下来 收起来了 时不时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看 当我看到那条皮带 我就会记起上帝是如何看顾 如何保守我的 一条坏掉的皮带 成为巩固我信心的依据 在《约书亚记》第四章 也记录了一个 以色列人奇妙的经历 当时以色列人来到了 迦南地的边缘 可是挡在他们前面的是约旦河 这约旦河可不是什么小江流水 这时的约旦河可是汹涌澎湃的 惊涛骇浪 可就在这个难题上 上帝彰显了他的大能 在这阻止他们进入 运许之地的河流面前 上帝吩咐 他约旦的祭司走在百姓的牵头 那代表他的约旦先行入河 就在以色列踏出那信心一步的时候 脚一路水 河就分开了 其实这也是个提醒 因为这一代的以色列人 除了约书亚与迦勒以及他们的家人 都没经历过红海的神迹 上帝要提醒以色列人 他是永在的上帝 那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上帝 也是今天带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上帝 我们人是健忘的 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 要记得纪念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属灵的旅程上 不是不愿意去敬拜 称颂依靠上帝 而是不记得 我们常常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忘记上帝之前是如何带领我们的 他是如何看顾我们的 我们忘记了上帝是如何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 帮助我们 陪伴我们 给予我们力量 解决了我们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更加会在生活愉快 顺畅 一切顺利如意的时候呢 忘记我们的上帝 忘记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他的帮助 他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提醒 我们需要收集纪念他的证据 在约束亚纪第四章 第一到三节说到 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 耶和华就对约束亚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 从约旦河中 祭司脚暂定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 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在经历了这伟大的上帝的神迹后 上帝知道以色列 接下来还有很多挑战 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克服 敌人还在眼前 上帝必须帮助他的子民 记得他的大能 记得他的关爱 记得他是以色列的救主 所以他吩咐以色列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 之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月桂前断绝了 月桂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这是约旦河约第四章六到七节 提醒他们也提醒我们的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 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约旦河约第四章二十四节 同样的提醒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帮助我们记得的证据 我们需要不停地去收集 建立这些纪念碑 在生命中设立这些能够提醒我们 上帝的爱与大能的祭坛 不单单去纪念提醒 这些证据也必成为帮助我们去 敬畏耶和华的器皿 如果我们能够去 愿意去收集 设立 宣扬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证据 那我们周遭的灵舍 朋友 亲人 家人 必定也能够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 知道祂的大能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中有许许多多 上帝工作的证据 等待着我们去收集 在大事 小事上 只要是上帝在你生命中 彰显了祂的大能 我们必须去纪念祂 华尔伦说 我们没有什么可恐惧的 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 我愿意去 你愿意吧 我愿意去纪念祂的地方 我愿意去纪念祂的地方